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政治上的明白人 值得注意的是 专门就民营经济统战工作发出文件 这还是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 这也就意味着 习近平当局遇到了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困难 这也意味着 习近平当局可能要采取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从来没有采取过的行动 像关于加强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意见 这种指导性的政策文件 理应由中共中央制定 以中央文件的名义下发 然而 这份文件的发文单位 却不是中共中央 而是中央办公厅 我们知道 中共中央是中共的最高决策机构 而中央办公厅 只是中共中央的幕僚机构 最主要的功能是上传下达 它本身并没有指导下级当委的权利 而这份以中央办公厅名义发出的文件 其口吻完全是 举高临下 以最高机关的名义 向下级当委发出的指令性文件 这份原本应该由中央发出的文件 却是由中央办公厅发出 这背后可能有文章 中央办公厅的主任丁薛祥 就好像是大内总管 是习近平的亲信 中央办公厅下发文件 实际上代表了习近平个人的意思 换句话说 这应该是习近平有意的掠过了中央政治局 通过办公厅直接下达指令 这无疑和中共高层当前的情况 以及当下的局势有关 当然也有可能是中央办公厅主任 他自己揣摩上意 胡假虎威 自己发出这份文件的 最近一年多 由于受到中美贸易战 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 中国的经济形势异常的严峻 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 更是到了非常困难的境地 尤其是基层的县级市级政府 大多都是债台高筑 很多地方的公务员的工资 都无法保证了 不久前 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 山西省平遥县 竟然大规模的没收了私人房产 它的法理依据 居然是上个世纪50年代实施的 所谓社会主义改造 这些私人房产 大多都和当地发达的旅游业相关 平遥当局通过直接掌控这些房产 从旅游业中迅速的获得了巨额财富 在这场掠夺的行动当中 有200多家的私人房产被没收 其中 有些房产的价值 已经高达数千万元人民币 陕西平遥的这个行动 举国震惊 然而 中共最高层 却没有做出认可的反应 这足以说明 山西平遥当局这个行动 得到了中共最高层的认可 很有可能 山西平遥的这个行动 只是一个开始 目前 中共当局正面临着 自改革开放以来 最为困难的局面 这其中 就严重的经济困难 也存在着潜在的政治危机 单单就所谓的民营经济人士来说 他们仅仅通过他们个人的感受 就可能会怀疑 会质疑 习近平当局当前的政治路线 因为 这个政治路线 把他们带向了贫困 带向了险境 而且 随着中共各级政权的财政困难的加剧 中共当局一定会强化 对民营经济的压仗 这必然会导致民营经济人士更加不满 乃至离心离德 对于中共当局来说 尽管他们一直在扶持国有经济 可民营经济的实力 还是在不断增加 民营经济人士的影响力 显然已经让中共当局感到了不安 这次中央办公厅下达的这个文件 关于加强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意见 清楚的表明了 在中共当局看来 民营经济人士只是中共的统战对象 也就是说民营经济人士 并不像此前习近平所说的 是自己人 所谓统战对象 就是可以拉拢可以利用的力量 在不同的时期 中共会选择不同的统战对象 这些力量只是在特定的时间 才有利用价值 从根本上讲 中共是不会真正相信 信任这些统战对象的 最重要的例子 就是在国共内战期间 中共和民盟建立了所谓的统一战线 民盟就是中共当时最重要的统战对象 在中共夺取政权的过程当中 民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是当中共获得政权之后不久 就对民盟进行了残酷的打击 民盟的主要人物 大多都被打成了右派分子 著名的民盟领袖 张伯军先生的女儿张一和 曾经出版了一本书 名字叫《往事不能如烟》 这其中就仔细的记述了 民主党派人士的悲惨遭遇 早期的民主党派 是在民国时期 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中发展起来的 并成为了中国第三势力的中坚力量 中共窃取了国家权力之后 为了把这个有着巨大影响力的群体 吐司狗烹 还是下了一分功夫 玩弄了很多阴谋诡计 而现在 中共当局对于统战对象 从一开始就有所防范 根本就不会有机会 让统战对象真正发展起来 这个文件提到 加强民营经济统战工作 其实就是在这个危机时刻 加强对民营经济和民营经济人士的控制 防止他们解机作大 这个文件明确提到 加强对民营经济的统战工作 教育引导民营经济人士 在政治立场 政治方向 政治原则 政治道路上 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这个政治上的明白人 其实大有名堂 严格来说 这明白人 是党国的一句黑话 对于不同的对象 则有不同的含义 在不同的时期 则有不同的定义 至于什么才是明白人 则是只可议会 不可言传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中共当局开始搞所谓的改革开放 所谓改革开放 其实就是对中共原有的体制 原有的理念的一种突破 这其中必然涉及到很多 违背他们自己确立的原则的问题 涉及到很多一时 根本就不能说清楚的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 也就是只能做 不能说 更不能讨论 更不能争论 在1984年的4月 中共召开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 邓小平曾经亲临会议现场 邓小平说 搞这个改革开放 关键是每一个地方的人 什么人领导 是一个明白人 还是一个糊涂人 要选明白人当家 这是很重要的一条 至于明白什么 什么是明白人 这就需要自己去体会 网上有一个传说 由中共的高级干部 请邓小平 把什么是明白人说清楚 结果引得邓小平 勃然大怒 势则这个高级干部 我看你就不是个明白人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 实际上只有一个标志 那就是共产党掌权 反过来说 只要确保中共掌权 干什么都可以 干什么都是社会主义 这些事情 只能心里明白 而不能说明白 当然 对于民营经济人士 在当下来说 这个明白人 是另一种含义 这里的明白人 就是要识实物 在党面临困难的时候 你要主动的向党靠拢 主动的向党输成 要明白 胳膊拧不过大腿 你配合也得配合 你不配合也得配合 所以你要主动配合 尤其是在党需要的时候 不能逼党自己动手 免得大家都不好看 两天前 就在中央办公厅下发文件的同时 中共的政协主席汪洋 召开了一个会议 在这个会议上 公布了习近平 对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指示 要把民营经济人士团结在党的周围 汪洋在讲话中说到 要调动民营经济人士 加强自我学习 自我教育 自我提升 深刻认识 个人的成功 既源于自身的努力 更得益于伟大的时代 伟大的事业 伟大的党 汪洋的话 就是提醒民营经济人士 你的成功 你能够发财 主要得益于我们的党 把话说的再直白一点 这就是告诉你 你的财产 你的钱 不全是你的 其中很大一部分 应该属于党 什么是明白人的 对于民营经济人士来说 清除这一点 这就是明白人 所谓民营经济人士 在政治立场 政治方向 政治原则 政治道路上 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这也就是要民营人士的 思想和财产 都要接受党的领导 中央办公厅的这个文件 其中还提到 引导民营经济人士 正习的对待改革 带来的利益调整 理解改革 支持改革 参与改革 鼓励民营企业 参与混合所有制的改革 在习近平 关于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指示当中 其中就提到了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也就是毫不动摇的巩固和发展 公有制经济 毫不动摇的鼓励支持和引导 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但是我们都知道 在实践中 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并不是平等的 中共明确宣布 要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做强 做优 做大 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 所谓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 其实就是党有企业 党有资本 只是这种党有企业 党有资本 存在着致命的问题 那就是效率低下 缺乏竞争力 它的存在 必须依赖对市场的垄断 党有企业 党有资本 可以依照权势做大 却很难做优做强 习近平上台之后 曾经提出要积极发展 混合所有制经济 试图让公有经济 具有非公有经济的某些基因 这显然是异想天开 这就像在毛泽东发起的大跃进时期 有人试图把高粱和玉米 嫁接在一起 想在一颗结杆上 上边接高粱 中间长玉米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就像把高粱和玉米 嫁接在一起那么荒唐 用当局自己的话来说 近年来 国企混改的进展 似乎并不理想 这次 中共当局再次提出 引导民营经济人士 正气的对待改革带来的利益调整 理解改革 支持改革 参与改革 鼓励民营企业 参与混合所有制的改革 这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就是 民营资本 民营企业 对于中共当局来说 它永远都是一个一己力量 永远都不能让他们放心 所谓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不过是中共当局 当年进行的公私合营的一个新形式 实际上 就是要民营企业 放弃自己一部分利益 来和国有企业进行混合 帮助国有企业渡过难关 帮着填这个无底洞 帮着中共政权渡过难关 可以想象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无非就是让国有企业 利用它的优势地位 对民营资本和民营企业 巧取豪夺 结果就是毁掉了 优秀的民营企业和民营资本 而国有企业注定不会有涨进 可以想象 中共当局越是感到危机 就越会强化对一级力量的控制和打压 就像中央办公厅这个文件 他们自己说的 民营经济规模不断扩大 风险挑战明显增多 民营经济人士的价值观念和利益诉求 日趋多样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 面临着新形势 新任务 这实际上就是要求 从政治经济多个方面 强化对民营经济 民营经济人士的控制 一方面要管住民营经济 另一方面 更是要管住民营经济人士 让民营经济人士 做明白人 就是要民营经济人士 在中共当局面临困难之际 心甘情愿的 当牛做马 任人宰割 好 关于这个话题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 小民之心 谢谢各位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